住的地方隔音很差,差到可以听到隔壁情侣拿武杀的声音,如果我有时间有耐心的话,甚至可以听他们从青铜打到王着,当然呢,楼上的情侣更无聊,他们为了让自己枯燥乏味的生活多点乐趣,就养了一条土狗,一条没有狗正的土狗,别人都是养孩子,他们养土狗,首先呢,我先声明一下,我非常喜欢狗,但是我从来没有养过狗,为什么不养狗呢? 主要是因为我比较懒,这跟穷不穷没啥关系,就跟我比较喜欢异性,但是从来都没有结过婚是一个道理,主要就是太懒了,懒得处理男女之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跟钱不钱的没啥关系 我喜欢狗的时候就会去公园里撸别人的狗,这种白嫖行为是我在B站跟B站的网友学的,咱们接着说楼上的土狗,那条土狗失去了自由,每天晚上在房间里大喊大叫 隔壁房间的人天天举报他,甚至还找了小区的物业来解决问题 当然我没有听到狗叫,因为房子的隔音太差,对我来说隔音差倒是没什么,但是有的人他就受不了 我不想听他们的时候,我就戴上耳塞直接睡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改变不了环境,那就得改变自己,我是一个强者,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强者只会改变自己 请让心怀疼,竟然你一直永远的伤悲 从前,我也和你一样,喜欢的过往,用这末打扮成坚强 听了太多家话,又学会说谎,前面人说早已忘 其实我也和你一样,回答你的想,不懂气球多么长长 平地去旧的我却在你身上,找到下来不愿望,我也和你一样 狗叫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出门,看到两个保安抱着一个巷子往下走 我说我问他们抱了什么,他们说抱了一条狗,那条向往自由大声喧哗的狗 要被他们带走了,不知道狗主人会不会伤心 但这又能怪谁呢,怪就怪自己家的狗没有狗证 隐约,听到那个保安说了一句比较丧心病狂的话 他说可惜太小了,不然的话可以出不少肉 可以狠狠地搓一顿,改善一下生活 这话听得我毛骨悚然 我吃完饭去买水果,又看到两条狗 一条看起来已经非常老了,另一条看起来还很年轻 年轻的小狗精力旺盛,还想跟老狗玩一玩 老狗蹲在那里,稳如老狗 我猜他们也没有狗证 但是他们还活着,没有被人类吃掉 这个老狗应该活了有十年以上了 他能活到这个年纪,一定有他的一些智慧 那就是没事不要乱叫 当然我是可以乱叫的,因为我是一个人 做一个人,我平时在住的地方叫的比狗的声音都要大 每天我都会在我的奋斗者宿舍里唱歌 也没有人投诉 我会在这里有什么人 那是一个人 你别乱叫的 别乱叫的 我就会乱叫的 我去乱叫的 就会乱叫的 我乱叫的 你我乱叫的 我乱叫的 我乱叫的 你乱叫的